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大家好 因為我去歐洲玩了四十幾天 所以哲學星期五都很辛苦這些事 不過我在歐洲有幫忙寫文稿 所以你看到這個文稿我還是有在參與在寫 那今天呢我請說我們 剛好是哲學星期五三週年 然後在2010年的時候 8月13號我們辦了第一場 那第一場大概只有五六個 然後大家一起討論 所以我們就持續這樣辦 每個禮拜辦每個禮拜辦 然後辦到2012年的時候 我發現議題太多了 而且我們開始會有一些 比較集中化的強項 所以我們又辦了哲學非星期五 那做哲學非星期五是讓 那些其他我沒有注意到的弱勢議題 也幫我們請在座的志工們 我們的志工們可以自主的發動一些活動 所以我們辦了這些非星期五的活動 那所以很開心我們到現在 目前應該辦了快兩百場的活動 這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接下來的時候 8月17號會在高雄在辦哲學非星期五 然後9月14號會在台南 在辦哲學非星期五的活動 然後到時候我也跟大家請大家 以及在地的朋友 當地的朋友可以一起參加 那我們今天討論這個核四的活動 核四的活動 因為其實在哲學星期五 我們已經討論過很多次 有時候至少專家來 有些是從技術的角度來談 也從社運的角度來談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感覺 是比較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它更有正義性 比如說我們大概就覺得說 因為現在的核四的問題 核四功夫這個本身就是有兩個層面的問題 第一個要不要核能的問題 第二個是這個核能要不要用公投的方式來解決 公投要用什麼樣形式的公投去做 那所以剛好有一個吹票聯盟 核四吹票聯盟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活動 這個是終結核四吹票大聯盟 那吹票本身這件事情 好像反過來就已經證明了說 核四功夫是合情的 在我們一般的影響裡面 所以等一下我們可能會請 先從請史明老師 來跟我們解釋一下說 對於功夫的探討是什麼 而且我覺得它有一個更爭議的部分是 因為民進黨在立法院之前在黨 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會想說 民黨黨是核四的畢極體鑑 可是這個吹票大聯盟的感覺是 好像就已經要公投要去投票了 那是不是有一個不同的策略跟思考方式在背後 因為我們到時候要面對這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呢 在反核四吹票跟永和的人 他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以外 真實以外 其實在反核團體裡面 對於這個看法也會有一個不同的策略跟方針 所以也要看一下說 很多團體之間怎麼樣彼此的合作跟聯繫 他們會不會說大家要個行其事 而且在很多情況下 人都不被重複動員的情況下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可能就是請劉慶欣老師 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到底在目前 看他在反公投或者反庭建的這個情勢 到底是怎麼樣一個情勢 以及他們要使用的策略跟方針會是什麼 就是這樣 那所以我們今天很高興就是 請到兩位講者 那史瑩老師 所以請大家熱烈掌聲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看他找到場合 都可以看他無一不雲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請劉慶欣老師 謝謝 他其實是在對這個 這個論法的上面非常熟悉 其實在很多勞動議題上面 我們都會請他來講 所以我們先拿時間跟世界教育 吸腦師發 這個椅子坐下去好 站起來 那個 因為剛剛聽到大家在這邊請我介紹 心中非常的感動 感動什麼等一下再講 那先 遵從大家一路自我介紹過來的風格 因為大家講的話都還在我耳朵裡回響 所以我現在follow大家 那個他們不是說 在那個臉書或者什麼twitter 所以要follow me嘛 對不對 我跟follow大家 就是 大家好 我是史瑩 現在認識於原本教育基金會 請到大家這樣 這個介紹我覺得很高興 因為來自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年齡 那還有不同的立場 我本來今天來的時候心想說 有點無趣 因為 大家都反和 這個 牧師跟西徒傳道 其實我是西徒跟牧師傳道 各位才是牧師 那就不好意思 就聽到說 有永和的年輕人 或者是不一定年輕的人在 我就高興的不得了 因為 我們台灣社會呢 終於到了一個地步 就是 我們不但有不同的主張 不但有不同的意見 而且不同的主張和不同的意見 可以在一個合理的狀況之下 能夠互相交流 早些年我們都知道 一個民主的社會 它的特徵就是多元 但是多元呢 在早些年的時候 或者其實現在這個問題還在 多元大家就 假見尊重之名 就是 好 我尊重你的意見 反正你意見跟我不一樣 那 你主張 我主張我 至於 我們兩個這個 不同的主張呢 我們最好都不要去談 因為第一個談的 尷尬 第二個 要不要緊拍一聲 打氣氛本來很好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我們現在台灣的 藍綠對比 現在的嚴重 很多家庭 是一個屋野 兩個國家 不是只有夫妻 兩人不講話 那個子女也分一半 但是他們平常 並不是都不講話 他們不在講話 他們還做別的事 做什麼大家自己想 因為 延續生命是很重要的 對不對 我說他們不講話 說他們不講 比如說 如果他們是藍綠的 這個對面 他們是不講藍綠的議題 看電視 個人看一台 有人看李陶 有人看這個東西 你看我的 你看你的我看我的 不然連電視都可能被敲兩半 那今天在我們 職業信息伍這裡 非常好 就是說 我們在一個屋野之下 而且我們有共有的目標 就是追求對我們台灣社會 最好的一個決定 雖然我們有不同的意見 雖然有不同的主意 好 那以上呢 算是對各位 一個開場來 也是對各位表達敬意的意思 謝謝大家 來 所以我的任務呢 是要跟大家談 這個 目前這個 這個 關於核能的討論 本來我是要說 關於反核這件事情 但我一直聽的不對 不能光這樣講 是反不反核還不一定 等我們談完了再說 對不對 中間討論完畢 我們就該永何的 好 而且 anyway 所以我要跟大家談的 第一個視頻是 要話說什麼 說什麼 話說什麼 就是說 其實從很早很早以前 大家就知道 我們台灣社會 有一個主張 這個主張呢 推行這個主張的人 喜歡戴斗利 他不只他自己戴 他弄一票人都戴斗利 他們不但喜歡戴斗利 還是不能走路 從台灣的頭走到台灣 會一直繞行 這叫做 核四公圖運動 他的主要的那個 臺灣人 叫做 林毅雄 大家都還記得這個 那為什麼在十多年前 二十年前 就有人提到核四公圖 那就是因為 核電這個事情 其實說到最後 除過某一些很明確的問題之外 說到最後 它其實還是一個價值的選擇 我現在是講說 假如安全性 得到某一種保障 比如說我現在如果說 安全可以得到保證 馬上反核的人就會覺得 核電根本沒有安全保證 大家已經很激烈了 我現在就是打個折扣說 假定核電的安全保證到某一個地步 那剩下來了 其實是一個價值的選擇 那一個國家到底要不要使用核呢 這個訴諸全民的意願 就是公平國家 其實是核的 所以我自始至終 就主張用公投的方式 解決不只是核電的問題 解決台灣的所有的重大的陣營 那當我這樣主張的時候 我知道大家心裡會想說 這種安全的事情可以用公投來解決嗎 可以讓人民來決定它要不要安全嗎 好 那我再把這個話題再拉回來 如果假定安全不是要主要的考慮 而是價值的選擇是主要的考慮的話 那麼公投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式 是一個現代的 民主的 多元的 成熟的 公民的社會 應該整個路線的方式 但是 但是 我主張核資的問題不要問 直接聽見就好 大家說你這搞什麼 你不是自我矛盾嗎 那我跟各位講 成熟的 深入的思想 還有一個特徵 就是兩邊看起來都自我矛盾 因為天下的事情 其實都有不同的角度 可以看 真正的 我們人類的思想 所能發揮到最高的階段 最高的時期 就是我們能夠在矛盾的一體之間 找到這個合體 就是正體跟反體的合體 我現在在講的是辯證法 再講下去我就要翻毛澤東出來 因為他們就專門搞這個 維吾辯證法 那辯證法並不是共產黨的專利 辯證法是這個 哲學上的重要的思想的方式 所以我現在講呢 說 我主張 我贊成 用公投來解決 核四或核電的問題 但是我反對 目前進行核四共投 我覺得它應該直接引見 那為什麼這樣呢 我現在也拋出 矛盾的問題在這裡 請大家了解 請大家想一想 說這個人是不是神經病了呢 那我現在要跟各位講 為什麼這樣呢 那主要是因為 目前現行的公投 公民投票 這個公投法 它是很不合理的 它怎麼樣的不合理法呢 我簡單的就講 因為這講起來很複雜 我簡單講一下 因為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必須要做這個說明 就是我們的公投法有規定 它有兩個關鍵的規定 它有三件事情 我緩緩想說 第一件事情呢 它就是規定 投票率必須要超過二分之一 那以我們目前 這個能夠 擁有投票資格的人口算起來 大概就是需要九百多萬票 才能夠達到門檻 這個二分之一的投票率 是一個門檻 那如果達不到門檻怎麼辦呢 那我們想說 為什麼要有一個門檻呢 我現在講公投法規定 投票率會達二分之一的門檻 該向警母去被視為諷券 那大家先別看了 先聽我講 等一下一起看 那我們回頭來想說 定一個門檻 合不合理 我覺得好像也合理 不然你想想看 假定只有三十個人去投票 然後就決定國家大事 這國家所有的人都沒表達意見 只有三十人歸巢歸巢 這樣就決定了 那他們 沒有 所以 定的門檻應該是很一樣的 那是不是二分之一的門檻太高 我們是不是定低一點 最有不同的考慮 門檻高一點比較安全 門檻低一點還是有問題 就是二分之一剛好一半 那如果說門檻把它降到四分之一 那你會想說四分之一的人就決定大家了嗎 但是其實定了二分之一你也可以問啊 那二分之一就可以決定大家的前途嗎 問題還是在對不對 所以門檻到底要定多高 其實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那麼在先進國家的做法 其實他們有很多做法 那我自己覺得比較合理的做法 就是門檻定多高 要有議題的準備來決定 如果是非常重大的議題 門檻可能要高一點 如果不是那麼重大的議題 門檻讓它低一點 那這裡面有一個哲學 再請大家提問我一點 就是 為什麼在通過門檻以後 雖然不是全民都要去表達意見 比如說以我目前共同法的設計 超過二分之一的人投票就可以決定了 為什麼只有二分之一的人就可以決定 另外二分之一沒有投票的人的意見呢 這裡面其實有個哲學 就是在一個民主多元的社會 人民不但有權表達它的意見 人民也有權保持沉默 不去投票也是人民意志的一個選擇 但是不去投票 那你的意志要由誰來決定呢 當有一個明確的公投法的時候 我作為這個國家的主人 當我決定不投票的時候 我就默認說我把我的選擇權 委託給那些投票的人 那如果是二分之一的門檻 意思就是說 只要有二分之一的人願意表達意見 我的主民意呢就投給他們 如果達不到二分之一的人願意見 那反正這個就沒有過門檻 就不行了 所以呢 整個這個門檻這件事情 我剛剛對於門檻表達一些意見 這個請大家先放在心 那接下來呢 我們的公投法 他對於這個門檻 不超過門檻 沒有達到門檻 的後果是怎麼規定呢 就是那第一條 沒有達到門檻 是要被視為否決 這不知道什麼意思 依我的出錢的想法 沒有達到門檻 這公投就不算了 這場公投是比較合理的 就是因為沒有足夠的人 要達意見 而現在去投票的這些人 達不到門檻 這些人 沒有辦法代表全民的公益 所以這場公投應該就不算了 這比較合理 甚至於有人主張說 公投那天到四點五點 不是就投票結束了嗎 投票結束還沒有開票以前 其實第一個數字會出來的 就是投票率 就各投開始的票數 都知道多少人在投票 所以第一個跑出來的數字 不是贊成的多少反對的 而是總共多少人投票 那麼一個比較合理的 公投法的規定 應該是 如果打不到門檻的話 這一場公投根本就不要開票了 反正你就白籌了 偶爾沒有 因為你們人數太少了 但是我們的公投法不是這樣 他說呢 達不到門檻 就要把這個議題否決 這麼一來學問就大了 你知道嗎 這否決二字 它雖然只是兩個字 但它的意涵 非常之深長 比如說大家先要公投 說死因是好人還是壞人 好 那如果這個題目由我來出 我說 請問你 贊成死因是壞人嗎 結果就這樣出 那結果他覺得死因是誰啊 我才懶得理他 我不要投票 結果搞出 到時候只有三隻人 三個三隻小包投票 當然會打門檻 對不對 即使修改公投法 門檻降低三跳 也學會通過 可是依照不現行公投法 沒有達到門檻 這個議題就被否決 否決什麼意思呢 就死因是壞人 這種議題就被否決 那我在三人的努力之下 我就突然就變成好人了 那其他沒有投票的人 都把他們的意志委託給這三人 而公投法又讓這三人 就把這個議題否決掉 把我是壞人否決掉 那如果這個題目 由劉慶欣老師出的話 他就不是這樣出來 他說 你是否贊助死因是好人 結果大家想說死因是誰啊 我哪能理他 大家都不要投票 結果只有三個人去投票 哪三個人你知道 一個是我一個劉慶欣 一個是警惠 要我三個投票 結果我們這三人一投下去呢 當然沒打到門檻 結果這個題目就被否決 但這次否決是另外一個題目 你知道嗎 這次否決是死因是好人的問題 所以在這三人的努力之下 我頓時就變成壞人 我頓時就變成壞人 大家現在可以知道 我的公投法不合理在裡面 因為這個不合理啊 其實是在挑戰人類的理性 因為死因是好人 跟死因是壞人 這叫做等價命題 因為你贊成他的好人 就等於否決他是壞人 你否決他是壞人 就等於叫做他的好人 這本來是equivalent 題目怎麼出 應該是沒關係都一樣的啊 但是因為他把魏達門檻 當作否決 這一下題目怎麼出 怎麼出就完全決定了 將來的走出 那麼目前何時所命令的 恰恰就是這樣 所以行政院的 現在當然還沒通過 提出來這個合適公投的這個提案啊 就是你是否贊成 停見合適 那只要投票率沒有達到人 看 停見合適 四個字就被否決 不要四個字啊 停見二字就被否決 不要兩個字一個字就好 停就被否決了 停被否決你知道什麼意思 也就是穴的意思 所以在今天這個 我們把這個叫尿龍公投 在這個尿龍公投法之下 我是主張核電是不能夠用公投來解決的 不是核電不能用公投 是核電不能用 用咬龍公投法之下的公投來解決 這樣知道 每個人都會說清楚 那講到這裡呢 在下面第三點呢 大家心裡覺得有趣 那我國的公投法為什麼定成這樣 世界各國的公投法從來沒有法 未達門檻就當總決了 為什麼我國是這樣定呢 剛才又說這樣定的結果 就挑戰了人類的理性的極致 因為本來是等價的議題 就突然有天地的差別 那這個公投法到底從哪裡冒出來 它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那讓我們回顧它的歷史 那回顧歷史的最好的方式 就是讓歷史人物 自己出來獻身做法 自己出來做見證 那現在請大家看 這一篇文章的 就是陳文謙的全文 這篇文章呢 是一個週刊 訪問陳文謙女士的一個報導 這個週刊呢 這個刊物叫做南方人物週刊 這篇報導呢 標題是台灣美麗政壇女性陳文謙 希望陳水扁被打敗 那今天主題不是談陳水扁 那個是不相干的 我主要是要跟大家講 那樣比較害怕 說欸怎麼又 這挺扁的又來了 這跟扁一點關係 原的都沒有關係 那陳文謙女士在這篇訪問稿裡面 他特別提到公投法的當初立法的過程 我先讓大家看這個文章的全貌 那大家其實看一下 記得這個南方人物週刊 自己回去Google一下就可以查得到 那現在請出訪給大家看那個 跟公投有關的這一段文 是在這篇採訪稿裡面 字可以放大一點 給我們看見 對不對 人物週刊就是指著剛才訪問的 就記者的意思 當立委期間你認為最成功的案子是什麼 這是問陳文謙 陳文謙回答 還是預算案 陳文謙回答 陳文謙回答 那個都跟我們無關 然後到了哪裡呢 下面那一條 最下面那一條 最下面那一條 我們通過了 我們通過了 對 最下面那一條 我們通過了公投法 大陸不想我們通過 但是並不知道 已經沒有任何政黨 可以不通過公投法 這意思是指在當時民意的壓力之下 立法院非通過公投法 不可能 大陸人不瞭解 因為這個週刊當然是中國的週刊 事實上陳文謙的這個回應 是對中國十億人在講話 大家要瞭解 如果他跟我們講 大概不會這樣講 好 然後請往下去 所以我的方法是 我通過公投法 但我要讓公投法 什麼都不能通 所以阿扁就罵 我寫的這個法是鳥籠公投 笑當然就是記者 或現場的記者在笑 阿扁當時有罵 立法院通過公投法是鳥籠公投 那陳文謙說 阿扁罵我寫的這個法 這個法是他老人家寫的 所有公民術的一半 笑 主權也不能投 領土也不讓投 主權不讓投 領土不讓投 國號也不讓投 什麼東西都不能投 而且投的門檻高得不得了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二分之一的門檻 大家想二分之一門檻應該不高吧 可是在所有世界的公投法來看起來 二分之一門檻是非常之高 因為大家都保留了公民可以 不要去投票的權利 這是我剛剛講的 這背後的情緒 所以陳文謙是瞭解 說他訂的這個門檻高得不得了 所有公民術的一半 那時候連頌都很擔心 我告訴他們不要怕 連頌都很擔心公投法 那陳文謙告訴他們不要怕 我告訴他們不要怕 他的公投一定會垮的 那個他是指陳水扁 他的公投一定會垮 前面那些公投都是假的 因為我要全體公民術的一半 那你怎麼投 這是當初寫公投法起草的人 親口講話 投票率只有八成 所以你只要有三成的人反對 他就輸掉了 你藍軍都拿不到三成 他拿五六成 你輸了也應該啊 就認得吧 五成對五成 你成三成 後面都不相干了 然後說 這就是立法的技巧 我現在不用再唸了 大家可以自己看 後面其實也不相干了 重點是這個法在設立 在立法院立法之初 直接擬定條文的主要人物 就是陳文謙 他自己親口說 立這個法的目的 就是讓他什麼都不能投 那今天我們還要用這個法來投何詞 好 那我今天把這個歷史跟大家講 大家如果想要進一步了解這個歷史的話 會立法院公報再查一查 當時這公投法的立法院的公報 但的紀錄其實都不在 那陳文謙說 領土不讓投注 權不讓投 國號不讓投 其實通過的公投法局 並沒有這些規定 好 那麼下面請大家看一下 真正的公投法的權位 現在現行公投法的權位 所以陳文謙雖然寫了 這個不讓投那個不讓投 但實際上公投法 並沒有真正把它寫出來 他是用了技術性的方式 讓他投不成 並不是真的寫出來 我看你就算了 其實我們省時間 因為我講太久 沒關係了 大家了解 其實公投法 你Google隨便就有了 網路上的資訊是非常清楚 好 好 那我講到這裡呢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現在 不主張 但是剛才主持人講啊 說我們這個主持 我跟劉老師 有一些朋友 這個新的主持這個運動呢 叫做 終結核四 吹票大列 這不是有思想矛盾嗎 你不是說不要公投 那你先給我吹票 這是什麼意思 就在這一點上 我跟各位講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 容許我這樣表達 如果對大家不太禮貌的話 請大家原諒我 我是希望把話說成直白 大家知道我的主業 正業 剛剛說大家好 我是首先認識你日本教育新會 對不對 那日本教育新會是幹嘛的 主要的工作是教育改革 所以這些年 二十多年以來 我主要的工作是教育改革 在教育改革 最重要的議題 就是希望我們的教育能夠 使得每一個教室都像我們今天這樣 有用和的有反和的 而不要教室裡只有一言答 只有標準答案 只有一份測驗券 只有一個考題 只有一個目標之際 在現行的教育之下 我們反對讓教育變成這樣 單一化的 限制人類思維的一個工具 我們現行的教育就是這樣 在現行的教育之下 我們會覺得很多事情有什麼 我隨便去 比如說我主張 我們應該要孝順父母 你們人本有主張孝順父母 你們都是主張孝順小孩嗎 因為人本惡名在外 都是幫學生在講話 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人本控制把老師父母都打死了 我在外面聽到人家這樣 我都有點快相信 但是我不是主張孝順父母 我不但主張孝順父母 我還主張這個 論語上講 孟怡子問孝 子樂不為 孝順父母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不要違背他 這是我的主張 原本教育的主張 但是我告訴各位 我主張年輕人不要聽父母的話 你說什麼意思呢 你怎麼會這樣 我這種主張 在我們制式的教育體系裡面 是沒有辦法存生的 沒有辦法背理理解 因為你不能考試 你一考試 這標準拿來就出不來 一會這樣一會那樣 那怎麼辦 但是我欠大家一個解釋 為什麼我主張不要違背父母 我又主張大家都不要聽父母的話呢 那是因為我認為年輕人 特別是比較成年的年 長大一點的年輕人 小小孩我們沒辦法要求他了 我說我們長大一點的年輕人 比如在場的各位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責任 讓我們的父母充分的了解我們 你知道世界上最愛我們的人 就是我們的父母 世界上最支持我們的人 就是我們的父母 如果我們的心意 我們的主張 我們的意願 連我們的父母都無法了解 那請問這世界上還有誰能夠了解 所以當我主張年輕人 不要聽父母的話 但是又不要違背父母的意志的時候 我的答案只有一個 就是年輕人有責任 讓父母的意志 跟你的意志一致 這是年輕人的責任 我們的教育 有教育我們小孩這樣嗎 沒有 我們的教育給我們小孩只有一個選擇 好 現在回到何時了 我主張何時不能過 但是我同時主張現在必須吹票 覺得對嗎 再想一下 你吹票不就主張你贊成功 誰告訴你我吹票主張贊成功 我反對工作我也可以吹票 你既然反對工作你幹嘛吹票 不吹票萬一他過了 我在家等死了 為什麼我反對公投我不能同時吹票 我又吹票又反對公投 誰說不可以 如果大家覺得你怎麼可以這樣 那我就跟你講 容許我講得不客氣 就中了知識教育的毒辣 你思想只有一條道理 你沒有辦法把不同的意見整合起來 把不同的思維模式整合起來 當我跟各位這樣講的時候 我內心是有深沉的感受 因為自從309大遊行以後 309遊行這麼多人走出來反和 對不對 所有反和的人都非常興奮 所有永和的人都非常的難受 那個臉無死灰啊 這麼多人都跳出來反和 這些人都神經病 我現在是幫我們永和的朋友講話 我很能瞭解這個心情 因為永和的人基本上都是比較知道那個技術層面 就是說你們這些人根本都不懂啊 好不管怎麼樣 309以後有那麼多人出來反和 可是從309一直到現在 你看看我們所有反和的運動 基本上都是沒有動作的 為什麼沒有動作 為什麼沒有動作 因為我們被自己的思維卡死 因為我們覺得說 我們不希望共同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等公投案過了以後 我們再來宣傳 因為現在我們如意宣傳 那不就表示我們贊成公投 所以這個兩難事 其實是當局就執政者所給我們開下的難題 給我們設下的陷阱 很不幸的 我們大家一口同聲 雙腳齊步 一起往裡面跳 為了突破這個僵局 為了打破這個迷思 為了開創人民做主的新的局面 我們主張既反對公投 衝刺大票 所以在這次臨時會開議的前兩天 當我們推高大聯盟成立了以後 我就聽說民進黨在立法院議場裡面 他們自己在打內協調會 很多委員就說 反正打不住了 不如就算了吧 何況人家民間都已經接受要公投 就有人用他我們當例子 所以我馬上就寫了一封信 給民進黨黨團 等每一個委員 那個附近寄給他們每個人委員的面前 那個現場只有三個意見 第一個意見是 請注意我們反對公投 第二 我們認為 安全的問題不能入公投界 第三 我們認為 我們對你們有信心 你們不會因為我們開始催票 就放棄你們該進的責任 據說當時很多民進黨立委看到這東西 非常的氣憤 跳到老高 剛好吃到他們內心的深處 他想要 因為拿我們去催票當借口 放棄他們在立法院 擔任黨公投的責任 這本來應該留給劉老師講 因為這是他的名言 先把他的名言講 劉老師當天晚上在他的Facebook就說 我還有一筆啊 比如說現在正在盜賊橫行 強盜裡面 滿街跑的時候 大樓的住民呢 住戶呢 因為心生恐慌 每個人就去買一把 買一把玩具槍 因為他們不准買真槍 買一把槍 用槍自重 結果門口警衛聽到人民都買槍 用槍自重以後 門口警衛說 誒 既然他們都用槍 他們跟盜賓打就好 那我們不如把門打開 這叫做開門擊盜 據說院長委員 看到劉老師的這個比喻以後 氣著跳腳跳到天上去 因為他這個比喻 比我內功性還狠啊 這就是事情 我們要有兩層防護 第一層 在立法院有能力的人 有能力在立法院奮鬥的人 就是民進黨這些人 不只民進黨 所有反對黨 其實不只反對黨 國民黨也有很多委員是反合的 事實上 在理事會之前 理事會 這次理事會 有五十多位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他們連署 要求沒有安檢 就沒有公投 所以國民黨裡面 有五十位委員是這樣的 那自從這一陣子 民進黨把這個公投案擋下來 你也不要以為都是民進黨的功勞 其實國民黨自己也有些過分 你叫人家公投 好歹也能安檢 你要通過一下吧 即使是假的安檢 好歹也要做個樣子吧 你連做文比賽都不肯做 就叫人民公投 要幹嘛立 所以國民黨的立委也看不下去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是台灣 就把公投在立法院打不下來 在這個第二次理事會打不下來 其實是台灣公民社會 成熟的一個象徵 雖然那兩黨鬥爭非常激 但是我們從民間的角度看起來 他們其實 對人民還是要負責任的 好 總而言之呢 跟大家講 黨公投 訴求 不要公投 就直接停電 所以這個要求我們要繼續堅持 我們要給所有反對黨 或執政黨裡面 反核的 或者是沒有那麼永和的 立法會員給他壓力 我們就不要分反對黨執政黨了 我們給所有反核的立委壓力 也不要光分反核的立委 不管他是反核還是永和 我們要給所有的立委壓力 叫他們好好的把安全為我們守護住 其實馬英九總統也有講過 沒有核安 就沒有核電 是不是 所以呢 這件事情 我們本來就不應該放棄 但與此 同時 我們也不要相信那些立法會員 說他們就真的打得住 或他們願意打 誰知道他們在關起門來這裡面會發生這些事情 誰知道 再講他就 就拍天啊 那怎麼辦 不要再往下講 總而言之 不要把所有基材都放在一個籃子裡 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政治人物身上 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 我們才是決定一切的關鍵的因素 如果要讓這個民意做主的共同的理想實現的話 現在就開始要成功了 雖然最近一段時間也來 我們不斷地聽到說 國民黨可能也就準備放棄核四 我一直聽到這個風聲 有的言字著著 說是內庭消息 不是啊 中府消息啦 什麼這個那個 我也覺得也不是沒有可能 因為是從25萬人上見 國民黨受到壓力很大 對不對 國民黨棄居保帥 把核四給他丟了 那他們在想別的事情 反正政治人物想實現 我也搞清楚 主要是我也不想搞清楚 我們台灣的民眾 每一天都在猜測 說這蠻酒精靈在想什麼 這蘇貞昌在想什麼 這王金平在想什麼 這個連戰還沒過氣 反正他已經過氣 不過看這篇文章 我覺得他又活過來 我說剛才那個訪問稿裡面 不管啦 Whoever 我們管他們心裡在想怎麼幹 我們為什麼不管我們心裡在想 沒有公投最好 有公投我們就投票 誰怕誰啊 你是鳥龍公投我也要投他 不然你要等死 所以終結核四 吹票大聯盟 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真正彰顯人民當家做主的這一個理想 要把這個理想透過人跟人之間緊密的接觸 真正從在台灣的社會傳播出去 其實對於永和的朋友 我也願意講一句話 其實如果任何一位朋友是永和的 你們也可以贊成我們的做法 因為我們的做法 主要是鼓勵民眾去投票 至於他投贊成反對 其實照條文那麼複雜 其實大部分民眾都搞不清楚 因為你到底是贊成庭建還是反對序建 這搞來搞去 大家全昏了對不對 所以重點是人民要去投票 我最怕的是什麼 就是二分之一的門檻 讓公投 如果有公投 而公投沒有過 而這個原體不會走 我最怕的就是這個 只要去投票 如果真正二分之一的門檻 我們的投票率可以達到 而我們台灣人民投出來的票 是贊成何事去建 我告訴各位 我絕對扶手接二 絕沒有第二句話 大家的決定我會遵循 雖然我心裡不動 這就是民主的重點 一百多年以前 有一個很重要的人 人家叫什麼名字啊 不像王旺 這一定很多人都知道 他說 我雖然反對你的意見 但是我誓死要為你 爭取發表這意見的權利 但是我誓死要為你 爭取發表這意見的權利 那是個太豪這樣 不太豪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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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個幸福的 那個人叫福爾泰 對不對 啟蒙運動大將 再說一次 我雖然反對你的意見 但我願意誓死為你爭取 發表這意見的權利 我雖然反對你永和 但我願意誓死為你爭取 一個合理的 決定永和反和 做出永和反和 決策的一個共同 我願意誓死為自己 所以 終結核四水平大聯盟 主要的工作 是除過 希望 我們有心的人 能夠去跟民眾 一個一個的談 拜託你那天出來 投票 把核四終結掉 但最後這句話說得很小聲 拜託你那天出來 投票 把核四終結掉 這句話 有講沒講不重要 拜託你那天出來 投票 這個話要講最大聲 好 那 當一個民眾被你這樣拜託的時候 他就很困惑 他說 那那個核四 有人說很安全 有人說很危險 那些專家 只有我不是專家 所有專家都說 都有說 不是說安全就是說危險 他們自己搞不定 現在來問我小老百姓 那些國那裡摘 對不對 那麼多專家 有人這樣講 有人那樣講 你們這些專家 彼此開會都搞不定了 你們政府 擁有那麼多的資源 做那麼多的研究 你們自己都沒辦法拍板定案 還要叫我們來公投 那這什麼意思呢 所以我們的民眾 都覺得非常的困惑 說 不對吧 你們這些專家 那些不屬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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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多次 你們幫我們做個決定 不要來問我說 要不要合適 遇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各位 這就是我們真正要翻盤的時候了 我們的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告訴我們身邊這一位 我們自己的兄弟姊妹 說 作為國家的主人 你不能說你搞不清楚 你非搞清楚 不但不要相信政客 也不要相信專家 老闆也說可是我搞不清楚 你要跟他講 那是因為你從小在學校的考試都不及分 被老師打了半死 你從小相信自己的那一份最重要的信心已經被這個教育幹掉了 今天我們推動核四 打票 推票 推動反核運動 是要重啟全國的教育運動 讓我們的民眾知道 專家在很多時候 在某種條件之下 不過是不會教得到 專家能夠了解的 我們也能夠了解 專家如果不能讓我們了解 那是專家的責任 不是我們的責任 這件事情 是我發明的 No 這是 司馬遷寫在《石記》裡面 《司馬遷戰史記》裡面有一篇文章叫做《孔子釋迦》 他在這篇文章裡面把我們大家常常很多人討厭的那個孔老夫子的真實面貌還原給我們看 在《孔子釋迦》裡面司馬遷筆下的孔子絕對不是那個君君臣臣服服之子 只重威權不重信念的那個人完全不是 我要確定在《司馬遷》的《孔子釋迦》裡面有一段寫道說 孔子帶領弟子惡語成菜大家知道因為孔子不得志 這個國家國軍也不接受他意見那個人家也不接受他意見他們被趕得滿街坊後面還有追兵 碰到後來連飯都沒人吃了大家餓得奄奄一喜 在這個時候你知道就是重看清理的時候了 那就有人說他孔子弟子就說老師啊我們的道都不能推行 不知道這是不是我們的道有問題啊 心心動力對不對 很多弟子都這樣講孔子都這樣話 最後呢終於他最得意的弟子言徽出來講說道之不行是有國者之旨 是那些國軍啊愚笨的他不能了解我們的道是他們的指路不是我們的 孔子聽完大為高興啊說是而有財務為而宅啊如果你有錢我幫你拉車 你認得這樣為孔子吧他會跟學生開玩笑開道說你如果有錢的話 也不是說你如果考第一名的話不是這樣講的喔對不對 我們今天的老師也會講說哎孔孔中學你如果考第一名我請你吃屁屁屁 沒有孔子說你如果有錢的話錢大家都愛連孔老夫子都愛但奉樹修以上你不奉樹修那個肉乾他就不教你了對不對 孔子懂不可愛老老實實一個人被他們塑造成這個泥塑木雕的一個傀儡可惡啊 這就是被統治者把孔子的面貌全部都扭去了我這樣講就是說 我們的人民沒有信心這是專家的支持有國者的支持不是我們人民的支持透過一個人去拉十個人 拉十個人幹嘛呢請他簽下一個承諾書說 予以自承這是國民黨的入黨事業不是啦 我以最誠摯的心向土地海洋以及後世子孫許下鄭重的承諾 承諾在和氏公投掛號如果有的話那一天一定排除萬人親手投下重建和氏的一票 我們用兩個眼睛看著你們的朋友 這個朋友是你 是比給你鄰居啦 辦公室的同事啦 學校裡的同學啦 無論是誰啦 平常你不敢跟他談政治議題的啦 這是要打破心法 你要對他有信心啦 你要相信如果我們可以彼此做下來溝通 任何人也都可以做下來溝通 只要沒有人故意去挑動你的情緒 那我們就負責去跟那些不了解狀況的 或者跟我們意見不同的人去溝通 兩個眼睛看著兩個眼睛 眼睛看著眼睛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人間的事情都在眼睛裡 然後我在引述經典孟子說 觀其包子啦 人家問孟子說怎麼樣才能瞭解一個人 問你看他眼睛就好 所以教育改革這麼多年 人家問說你們這個人本教育講得很好聽 那你們怎麼評兩學生呢 你們又不考試 我說我們有考試 他說你們都考假的一學生才考一次 因為他們只要每天考才算數 啊你那麼久才考一次 啊考了一分數又不當真 你這考試有屁喔 那你怎麼知道學生學會了沒有 我去跟他講說觀其包子 你看他的眼睛你就知道他學會了沒有 很多人說我看他眼睛看半天只看他近視眼 那是因為你近視眼的人 你先去修理你的眼鏡 否則你沒有資格當老師 一個老師我不能了解學生 為什麼你沒有學會 這是老師的資 用鍋者的資 所以呢 以上講的這些 包括推動這個活動的背後的思想跟哲學 又入明聽盡情見諒 謝謝 謝謝石英老師要這麼精采 然後引進去一點的講 然後我想說應該等一下還有些問題可以問他 然後我們就把問題留在很 聽完劉清醒老師的講話之後再來開始 那劉清醒老師來跟我們講說 接下來如果說是要 目前來說我們要跟一些人討論說 如何集結承諾要去反核這件事情 萬一公投真的 這個鳥籠公投也成立了 然後我們背後要去投 就是大家動員去把它投出來 要超過900萬多萬的條件 那這時候不能坐以待地啊 你要去積極去表達你的意見 那我們接下來要怎麼做 那做這個事情其實更困難 就是你如果不做的話 其實比較簡單 但是做的話其實要困難 所以他會投訴呢 方法跟步驟 然後去實行這件事情 然後以及包括跟不同團體合作 然後一起劉老師 好 大家先在內場先 各位 我叫劉清清 我其實是一個化學家 那我今天要用我的化學知識 跟各位講我對於核電到底安不安全看法 那在講這個之前呢 我先補充一下史玲老師跟他講的 史玲老師跟他講的 史玲老師跟他講說 為什麼我們反對用功夫來決定 要不要領見核四 但是我們又積極要吹票 那他用的比例 就是我發明的那個叫做 說你即使你家裡有這個大樓管理員 幫你看門 你還是必要的時候 你還是需要用槍自救啊 尤其到了核四公投這麼危險的時候 你當然要用槍自救啊 但是我覺得用這樣的講法 一般的那個這個 聲勢都不在聽得下去 我用另外一個比例啊 不是比例 這是一個事實 你去看看瑞士 瑞士是一個永久的和平的國啊 他是堅決主張和平 從來不戰爭的 但是瑞士是全民界定啊 這個比例剛好 那在我等一下放一段影片 我先告訴大家我的基本看法 我認為說核天不安全 核天絕對不安全 所以呢 必須要直接停建核四 根本不需要公投 那第二呢 目前的公投呢 是一個詐數公投 就是史英講的 他把不記投票的人 都當作否定這個公投的題目 所以公投的題目呢 如果是用正面表述跟貨面表述來得出結果 是完全不一樣 這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公投 這是一個詐數公投 但是老實講 詐數公投能夠work啊 能夠成功啊 其實是基於一個條件 就是人民知性不足 然後人民認為說 有投沒有投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人民懶的就投票 人民是沒有組織的 人民是投懶的 人民是知性不足的 但是南正委說 有投不投對他影響不太大 所以我們呢 一方面去補正這個公投法 一方面我們其實要克服 我們人民知性不足這個問題 這個是民主政治一個最大的障礙 不要講公投啦 像總統選舉 總統選舉啊 投票的一定過半 但是每次大家選完以後都很後悔 為什麼呢 哎呀早知道我就不選他 那就是知性不足啊 所以我們面對這個核四公投呢 我們其實要克服這個 知性不足的問題 剛剛史玉講到說 我們推動吹票聯盟 還有稍微解釋一下 再重複一下 吹票聯盟是要吹水的 我們要組織好幾萬人的核四終結者 所以我等一下希望各位大家 都自願起來做核四終結者 那麼核四終結者有什麼責任呢 他的核四終結者的責任呢 就是去說服十個 或者十個以上的你的朋友 當你的下限 公公拍家這就是老鼠櫃啦 你就是要有動員十個 要說服喔 不只是動員 要說服十個或十個以上的人 當你的投手 所以你要做什麼事情呢 你平常要背給他資訊 提供他資訊 建立一個資訊的管道 資訊的一個通路 然後到了萬一要公投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在投票前幾天呢 電話給他說 拜託你明天一定要去投票 我們這個吹票聯盟 就是這麼簡單 他其實建立一道資訊的管道 讓整個民主運作的機制呢 能夠讓資訊流動 然後那投票當天呢 不會因為偷懶 或者因為天氣下雨 而不去投票 來保障自己的安全 保障自己的權利 那各位想說 我怎麼樣去說服我的朋友 來講這個 而是這麼複雜的問題 其實等一下我給你看一段影片 你就知道原來核電不是那麼複雜 我給你保證 看完以後你就會往南大會說 啊我怎麼在那裡看看 那麼你就可以去說服 其實我這個前一陣子啊 去說服了十幾個朋友 我都是放這個影片給他看 那這個影片呢 我現在就要開始擺放 因為我放完之後 你們可以提出問題一下 那 可不可以把那個第一個畫面弄出來 我的那個PowerPoint 那個PDF 是這個 你現在要上那個 我的PDF的第一個頁 好 因為我們在搞那個 吹票聯盟之前呢 我們就想了很久 就是說 其實剛剛史老師講說 你只要去投票就好 因為我覺得這種講法有點危險 好像隨便你怎麼投都沒關係 你懂不懂天都沒關係 其實呢 這背後他沒有講的一個就是說 我希望你去投票 而且你在資訊衝突的情況之下投票 好 那所以我跟這個幾個朋友呢 誒 看到那個背景 站在那邊 站在那邊 我們就立下一個大字 我們說現在的專家呢 都是把簡單的東西複雜化 使得你覺得你什麼都不懂 所以我們要把它恢復 要把複雜的東西簡單化 那我們就決定做 這個一系列的短片 這個短片呢 第一片我們已經做出來了 叫做你聽過隔廢要嗎 有沒有人看過這個短片 有沒有人看過這個短片 有給我看過了請記住 還不多 那等一下你有機會來看 我們準備至少做四步到五步 我們第二步正在做說 你聽過複雜線嗎 大家都覺得說 聽說核電很危險 到底都危險 沒有一個人講得清楚 那我們希望透過一個簡單的一個 幾分鐘的短片 讓你往上把握 你聽過斷層帶嗎 你聽過車肉比嗎 然後最後呢 如果萬一要投票 我們會做一個短片叫 你知道我的投票嗎 下一張 那我們這個第一個短片 才叫做你聽過核廢料嗎 在六月中這個上網 上網三天之內就有39萬人看 那後來到最近這個累積大概42萬 那這個只有七分鐘 我希望各位看完 看完我相信你一定有問題 甚至你會挑戰說 這裡面的資訊不是很精確 不是拍證券 那這裡有個Q&A 才會答你的問題 好 請看這個YouTube 開始 哈囉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平常 比較少聽到的議題 什麼議題 也就是所謂的核廢料 這才是廖廣 好啦 哈囉 人家放的問題 我們平常比較少在對手上看到 不曉得是因為它有一點點複雜 還是因為不能說說要進出口 從而言之 為了讓大家更了解台灣個人的真實情況 我們就來聊聊人家放不能說的 但進入重點之前 我們今天常常去基本的地方開始介紹吧 最重要的事情 首先核廢料會有核廢反應乳 這個反應乳代表核廢腸心臟 不要這個心臟它直律轉 我們就有電可以用 那再停一下 這樣講可能大家比較沒有辦法想像 我們就來捏個黏土好了 核廢反應乳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它是由二公斤後的鋼板鎖層 第二層的尾豬為豬蹄 是大約兩公斤後的鋼筋混凝土 最後面這一層叫做二次為豬蹄 他們的功用是用來保護反應乳 還要往直射酷散 來來來來來 我們來把核廢團轉過來切實 過來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再插了幾個棍子 就可以用來發電 每點些啊 這幾個棍子又是什麼東西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就是插在反應乳裡面的燃料棒 燃料棒的原料就是又二三個 我們把好多的肉結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比像是大還小的原料 就可以讓你小在一起 用電影成成功厲害的厲害的 接著我們把一個又二三個 常常用告核精製成的護照 就變成了燃料棒 再把好幾個燃料棒 和在一起變成一個燃料樹 這樣我們就可以利用它的發電 怎麼發電呢 首先白眼乳裡面 有一個叫做宗子的東西 宗子螢龍 它會負責在白眼乳裡面 衝撞又二三個 它除了宗子裝了一個肉 就你只能做一個被裝成兩半 所以就做了核分裂 方式也會講 新的宗子 一直出現了兩到三個宗子 一兩個來說 一個宗子裝了這兩個 兩個 兩個裝了這四個 接著我們裝了十次 八次 我們就很輕輕輕鬆鬆的宗子 這也就是所謂的人手短音 當一個肉被裝了一次 就會有一點熱 那很多肉被裝很多次呢 那當然就會很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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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會有水蒸氣 昨天之前我們應該都沒有說 我們發現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配合我們每天在用的電 嗯 那如果今天宗子不是控制我們 要怎麼辦再好呢 這時候就會有一用棚 所做成的控制吧 嗯 那不然就有反應爐裡面 以後就可以用其中宗子 那反應裡面的衝撞 就被控制住了 反應爐裡面的衝撞 就被控制住了 反應爐中過程 大概就長得一樣 就是好吃 所以新奇又好玩 那說到這邊 如果大家還不太懂的話 有默契那麼忙碌 好 就要回去看一次就等 好 我會聽到過河雲場 然後我們終於可以進入我們的重點 也就是藍料方不能說的秘密 雖然我不能講下雨 但在講重點之前 還是多多少少 先下一下就好了 因此如果大家聽到 河飛到三個字 大概會有80%的人 會馬上聯想到美麗的藍綠吧 不錯不錯 藍綠具有追蹤河飛到美的錯 那所謂建三不是三 建三又是三 七周已夠萬重三 和在那裡 覆不成核肺料 為甚麼簡單 他還分成高間合肺料 和低間合肺料 我們說 真的藍綠核肺料 屬於低間合肺料 也就是在核能運作過程中 看到一些些 紙的衣服褲子 跟工具等等而已 那天然在這台屋子裡 還真的是掠頭掠頭 我們大多不知道 真正恐怖的高間合肺料 其實就在迷我的神秘了 這也是 一直不敢說清楚的事實 好了 第二 我們先把畫面在那邊 講到那邊 大家會想到什麼呢 嗯 對喔 但是我們翻譯全球 有恐怕的藍綠 然後客廠 大家明明看我起 車機走路 我們聽過初老戲 聽過輔導一二三號機 我們兩個回想一下 九七第一次演起海嘯 海嘯時正在運作的 輔導一二三號機發生驚爆 炸彈的維持物體 還是浮測大量外星 如果你覺得這個故事 說到這邊是 以悲劇收藏這麼簡單 那你覺得大家說得不錯 我們因為這個故事 其實是悲劇中的悲劇 中的悲劇 甚至上 剛剛這個人在發電 也就是反應中 沒有彈架方向的輔導 是好奇 進來也跟著發生情報 因為反應裡面 竟然就有想要放 結果有七爆 是因為反應有失控的發生 也因此 柳老師在一起發生 七爆的兇手 並有欺負 真相對 他就不知道誰 好 因此 接下來要請大家介紹 使用過後的被燃料棒 到底是有什麼樣的怪物 我們先休息十秒 我們在那邊考一下 一 二 如果今天所說 我們必須用燃料棒的方式發生 放在燃料棒 用完以後 我們會把它拿出來放在哪裡 你可能會想 到底會放在藍芽 那個黃黃的桶子裡嗎 剛剛前面說過 藍芽那個黃黃桶子裡 放的是皮切盒廢料 也就是衣服褲子之類的 而這個用完的被燃料棒 其實就是可怕的 高階可貼廢料 高階含的被燃料 就算是不能用 還會不停的發電 這種熱烈 我們自己會摔一點點 因此我們必須把 用完的被燃料棒 放到冷卻子裡面 冷卻一下 那我們是要冷卻多久 然後一天 一天還是一天 還是一天 至少五天以後 我們才能做進一步的處理 那我們這次只要 乖乖的把被燃料棒 放在冷卻子裡面 就可以確保 回電安全跟 為什麼被燃料棒 放在冷卻子裡面 還是不安全 讓我們來燒燒 解釋給你們看 當是每月的海嘯之後 很多供電系統 都發生燃電的問題 天天以後 冷卻子就會在循環 在燃料棒的摔變 內就讓水越變越深 水燃熱就會變成水燃氣 等到水都燒乾的時候 整個燃料棒 都附入在空氣中 因為溫度實在是太高了 導致高合金製成的護套 就會被融毀 而高水壞的地方 就是在熱高溫的時候 會跟水燃氣產生反應 還一點產生的氫氣 高溫度過高 氣熱放在氧的時候 BOOM的病生清暴以後 不懼無受了一筆的滿天滿地的 從時別提出導師 到軍方清暴就是因為 人确實失效 人又放太熱 水燒乾 BOOM!就這麼簡單 因為他現在來了 再講話要打 台灣究竟有什麼 不能說的秘因呢 一場想像 如果其實熱水桶滿了 你就剛好要丟垃圾 這時候你會怎麼做呢 沒錯就是把熱水桶塞你一點 然後再把垃圾填進去 這真是我們台灣目前 所遇到的問題 啊?台灣目前遇到的 太多的問題 你不要打擾 不要打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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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打擾 你不要打擾 我想听听看他 那时候他在评论 他现在对于了解 我们心爱的态度 又更上一程度了 这个议题 已经不只是政治问题 也不只是环境的问题 更是我们生活 息息相关的问题 虽然很多事情 是台风事物反正 是理性讨论 但我们也不应该 让他如为客 说乐话 那就是我们 对吧 有点像不合适的 曾经有个老师 曾经有个老师 曾经告诉我 解决问题或许不难 正常就难在 解决问题到底在哪里 现在我们就是可以慢慢的 找到台湾的问题能够 好 谢谢各位 我要介绍 我们的 这个影片人事片 冯先前小姐 他是前任的 我们公司总听力 他是这个片子的制片 接下来还要做 我是这个片子里面的 识信的提供者 那那个 森一是一个中央大学的同学 做的 很会搞笑 各位看过这个片子之后 了不了解 什么叫高级核汇料 这并不困难嘛 很容易就可以了解 那 等一下你们还有其他问题可以提出来 不过我自己先提出两个问题 经常被质疑 很多人讲说 哎呀 台湾的核废料 核电厂里面的核废料 真的相当于20万颗原子弹吗 这会不会太夸张 这其实并不夸张 那这个算法当然有不同的算法 有的人讲23万颗 有的人讲2万颗 那我相信即使是2万颗 你不会让你觉得更安全一点 对 那他这个算法是这样的 就是说 其实核电厂会不会发生核爆 不会 核电厂不会发生像那个 骏状的云那样的核爆 广岛的原子弹呢 它威力非常大 所以大部分死亡的人呢 都是死于震波 就是震波跟那个高热的死亡 这个 这个核电厂如果爆炸的话 是勤起爆炸 它把屋顶炸毁了 所以它的威力是小了很多 但是它终究是把屋顶炸毁 这绝对是做得到的 但是呢 广岛的原子弹里面的 六二三五有多少呢 一公斤 核电厂里面呢 的六二三五有多少呢 每个核电厂 总共夹起来大概好几百公吨 所以它里面呢 它那个有毒的 会有辐射线的高阶核汇料 是远远大于大于 广岛的原子弹 所以你的死亡呢 并不是那个 一次就死亡了 那个被震死的 而是被那个辐射线 这个核汇料所放出的辐射线 慢慢的死亡 我今天没有时间告诉你 那个死亡多痛苦 所以呢 它的爆炸的威力 没有广岛的原子弹那么大 但是呢 它所造成的辐射的伤害 远远大于广岛的原子弹 不管是二十三万颗呢 还是两万颗 都是非常可怕 那另外被质疑的是 各位知道 辐岛呢 有六个 六个 这个 这个 一号机 二号机 三号机 六号机 你知道六号机 总共呢 有一号机 二号机 三号机 四号机 爆炸 但是事实上呢 一号机 二号机 三号机有在运作 四号机是没有在运作的 那没有在运作 为什么会爆炸呢 一开始出来有一种理论 这个理论我是相信的 就是说 因为它用过的核废料 拿起来之后 放在这个水池里面 跟我们的核液和草一样 但是这个水池呢 它虽然放在那里 虽然没有在运作呢 它不断在衰 衰变 它有一个衰变渣 这衰变渣是很大的 所以你假设 用水把它冷却的话 把它保持温度 表示在几十度 但是只要这个冷却水 一故障 这个地震的时候 当然整个就停电了 但是它有这个 紧急用的柴油发电机 就来使得这个冷却水可以循环 但是这一次的柴油发电机呢 也坏掉了 所以冷却水不能进来的时候 后来这水就慢慢沸腾 沸腾到超过一百度以后就干掉 干掉以后就会变成一千多度 就开始爆炸了 所以古老四号机呢 并不是因为 岩子炉在运作的时候爆炸 而是因为 肺蓝药棒爆炸了 那我们的肺蓝药棒在哪里呢 不是放在蓝衣 你看到这个片子就知道 原来你讲的核废料 跟那个行政院长讲的核废料 是不一样的 它就讲说 哎呀这个蓝衣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蓝衣其实 的确没有它讲的 蓝衣蓝药不会爆炸 当然也是危险 但是呢 放在核一核二 核三场里面的肺蓝是会爆炸 那核一核二就是在新北市 就离我们一近 不过有人会反驳 最新的理论呢 发现这个四号机呢 并不是因为 这个用过的蓝药棒爆炸 而是因为呢 而是因为呢 那个三号机的氢气呢 跟四号机呢 中间的管道是共同管道 所以三号机的氢气逆流 跑到四号机 我说这会不会太扯了吧 你这个 这个三号机 四号机的设计 竟然有一个共同的管道 可以把那边的氢气 留在这里 这更危险 表示这个整个核电档是一个 整个设计上都有问题 那日本的核电档有问题 台湾的核电档当然更有问题 不过即使是这样的讲话 并不能否定 用过蓝药棒是会爆炸 只是说不定在四号机啊 还没爆炸之前 就已经被那个三号机来的情绪 把它搞爆炸了 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说 其实我们的核电档呢 真正的危险呢 是在核废料 我们的核废料是没办法处理的 前几天那个柯文哲啊 他说他在计程车上啊 有一个计程车司机跟他讲说 哎呀这个没问题啦 台湾的核一核二核三堂 已经运作了三十年了 都没有成问题 是怕什么 各位你知道 武岛核电档 现在的年龄是多少 它是四十年 运转了四十年都不成问题 然后有一天就出来爆炸 我们的行政员讲说 哎呀其实核电档爆炸的机率啊 非常非常小 比啊这个大飞机还少 因为一年飞机都掉下来两下 那这个整个核电档 这么几十年 才是两个爆炸而已 没错 它的机率比较小 但是它风险比较大 各位知道 机率跟风险的差别在哪里呢 风险等于机率呈上 问题的严重性啊 这个飞机掉下来 它的这个死亡啊 就是这么一次性 就是可能一两百的 不会扩张 但是核电档不一样啊 它一旦发生爆炸 它这个散播出去的这个核材料啊 它会持续至少三百年 甚至几千年几万年 为什么三百年 因为在湖岛核电厂 包括在台湾的核酱里面 产生的核药里面 最多的一个叫做社 社137呢 它的半衰期是三十年 它必须三十年之后呢 它会减半 它经过十个三十年之后 会变成延南的清风之一 那延南的清风之一是不是安全 其实也不见得安全 那至少我们觉得 还比较轻微了一点 那么三十年乘以十三百年 换句话讲 我们今天的核一核二厂 其实都已经被污染了 我不知道住在核一核二厂 旁边的人知不知道 加拿核一核二厂 即使是除疫药之后 那块土地至少三百年 是不能使用的 那当然呢 在这段时间里面 如果发生爆炸的话 里面的核废料 假设炸到空中 炸到水中的话 那整个这个北部地区都受到污染 就是北部地区三百年之间 也都会有核一核 所以这是相当的危险 所以如果你了解了这个之后呢 我不相信你会再支持核变 那如果各位今天决定说 要做一个合适核一核 那么你要去说服你的朋友 做合适的投手 其实很简单 我上次去我们办公室 在我们办公室两个办事业人 我就放这个影片给他看 看完之后 他马上就决定当这个合适的投手 对 合适工作的投手 这非常简单啊 我们为什么会有诈述公投 是站在一个基础上 就是人民不了解 人民的资讯不充分 所以将来你作为一个合适的同学者 你就要有一个责任 不仅是在投票之前呢 去吹出他投票 而是在经常性的 我们这个大联盟 吹标大联盟 会提供你非常简单的资讯 就像这样的一个短片 我们将来还有第二个短片 第三个短片 甚至我们还有一个很简单的Q&A 会让你做一套 你可以去说服你的朋友 非常简单 所以等一下 我这个 一下来时间 让大家提出问题 说不定你对于 刚刚那个短片里面的资讯呢 会有许多怀疑 没关系 提出来 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好 好 好 刚刚我们听完呢 我们也是有咨询不对程 所以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虽然了解一些 但是 更需要花点声去想想 这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 究竟这还是吹爆大联盟的小答案 所以 如果有任何的意见 欢迎大家去挑战 去质疑 因为我想他们 会尽可能回答大家 那我们先开放三个问题 刚刚 有些朋友有不同意见 你要不要 那个保安职业系统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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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让你讲好不好 好 对 对 然后还有咧 再来 三位 然后我们大概每个人就是 要超过三分钟 要超过三分钟 然后我会 没有礼貌的支持你们 所以 就是先行抱歉 所以 就麻烦你讲 反面的题目 你也可以comment 然后你也可以 发表你的问题 那问题不要太多 好 谢谢 我叫艾琳达 我很久在台湾绿党 十多年前 就是在被反过的事情 我要进一步加强 刘晋晋教授後面讲的 那些重点 因为我们大概是 200 我现在还记得是哪一种 像是2005年左右 绿党一批人 我们去日本 然后去参观 从东京之角往北 海岸那边的 一些核能 那么我们又进去 他的核能场 也去观察 那那边好像 有六座 环英炉 那么我印象最深的是 我当时问工程师 你这边的环英炉 好像是两年以后 就必须要废除 那你也会有说要虚建 要再另外盖 他说不敢讲 我们不谈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觉得 这个是很敏感的议题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长期计划 那么他这个图像是什么 就是一个 韩英炉 他需要用非常大的一块土地 那这块土地 用了以后 起码是三百年不能拆 那所以其实日本是地方 比起台湾是很大的 可是他存在海边 这块土地 已经是变成非常多土地 没有办法长期计划 等于他的土地已经用完了 所以我认为是 盖和能场 其实它是个让土地 它是个让国土 我觉得应该把它当作一种个让国土案 那它没有爆炸的话 它还是污染 也不能再重用 所以这个科技是一个 没有办法容许用下去的科技 假设我们现在说 三十年以后要怎么办 一百年之内要怎么办 那我当时很惊讶 日本我们一直认为 是一个长期计划的国家 竟然一直去问工程师 他们没有长期计划 那我目前在那边讲完了 只是在一点 就是说 是十多年前 多次去访问海淀 也带一些外国的专家去访问海淀 我也真的发现 海淀这些所谓专家 都是经常是讲骗人的话 譬如他说 德斯这个地方 他就说 其实我们要改四个台淀 我们现在对外讲只改两个 等到这个政治风波过后 我们再改 那像他其实实际上有讲这一类的话 所以我觉得观光的话 所谓专家的话 就是个人相信 好 谢谢 好 谢谢 有时候专家也会受到一些政治利益的影响 理想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没办法 经历不同意见的专家 所以他还是需要的 大家 我刚才就是要讲的就是 我们是专家 所以和人的东西 最好不要太问我们 不然 对 因为我今天主要 我刚才有讲过就是 我比较有兴趣的部分是 比较政治性的方面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 呃 是我的学员非理工的 所以 要问我和人的东西 我比较没有办法提供什么资料 那 能够提供的一些 刚才可能没有辅导的话 我只能讲说 呃 无法长期做规划 一部分是因为政治性的因素 包含之前和私有提 有一部分的那个 事件被挡下了 然后另外还有一部分是 其实台电的施工品质 在国际上是有排名的 然后这也都可以去查 然后 嗯 我们 我们 对于日本的认知 其实都会觉得说 他们的 在工业史上 会比我们好 但是其实他们的世界盘 我们介绍自己还有一些 是第一个 那这个 这也是可以查 然后 嗯 对不起 我发现觉得有点 好 对不起 我就要不同点就好了 因为我自己后来 很大一部分 从反而变永和 是因为 有一个 我本来很支持的 一个反而的 一个 一个 我不知道算 环保的领导 然后他转变为永和的 然后他有拍一个 紀錄片 呃 纪录片叫 黄潘朵的秘密 还是什么之类的 可是在台湾可能 不太可能会上映 这样 那我觉得有些朋友 回去查一下 因为我 一张拍四 不是因为他反而 所以也是因为他很不反而 就是改变了 反而的立场 这样子 然后 然后我觉得 有何方有一些东西 它不是价值的抉择 因为有何方的 宣誓还蛮强烈 他们认为 我目前遇到的是 他们认为 合能是最安全 最环保 然后也是最经济 所以 并不用去这三 并不用在这三个 价值当中做抉择 而是直接去评估说 这些合能专家所做的宣誓 是否为真 就可以了 不用去做 价值的抉择 所以 比较不会有道德性的问题 除非你要说 就是可以这样 然后 嗯 我觉得 不信任家的专家 可以有一个 有一个合理的范围 就是 你完全不信任所有的专家 到就是 呃 我觉得还有一个 可以等待反而的点 是 9月之后 那个 国外的 国际新湾奥 我不知道欧盟的没有 好像有调法 没有来 如果等那个之后 等那个检查 结果出来之后 再做 反而或远回的决定 可能会比较适当一点 然后另外就是 我觉得 因为他们是专家 或者说他们有利益关系 然后去做 就直接否决掉 认为他们说 一定会被利益控制的话 我觉得 这不太适当 因为 拉背肌飞 什么症 什么症 什么之类的 或者任何的专家检查 甚至医生给你吃药 什么之类的 他们这都有一些专家 甚至一些利益的一些考量在里面 那 难道我们就要完全的 我觉得 质疑专家是一个公民 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 怀疑 怀疑跟完全直接否定掉 是不一样的事情 那 我觉得 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 是我们 一直不断的抱持怀疑 然后不管我们 和私要见还是不见 一直保持监督 然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 好 谢谢 谢谢 大家给他一点掌声 很多人 都有不同意见 他也陈述了他的想法 因为 也是有越多的想法 我们才可以彼此可以讨论 所以 在这里面 也不需要再那么快的话 就决定你的立场 当然他的态度是很好的 那当然 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在不同的想法 比如说他提了几点的问题 等一下可以请那个刘老师 做一点说明 因为我们大概不是 像现在很流行的时候 好像 理工科啦 电文科啦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去谈那个问题 可是实际上 我们判分是整体 就好像没办法回避嘛 就是说 因为我如果不做决定的话 到时候 就是 放弃了某一部分理解 也有 那这样就很可惜 那其实是 政府或专家 他有责任 用简单的方式 去告诉你 让你明了 然后让我们可以做决定 这个应该是 一个政府的决定 不然的话 我们的任何的投票行为 共同决定 会在一个不清楚的情况下 去做也有点问题 那我们做出来 也不是及我们判断 所以有时候 我们会要求政府 尽量把一些资讯透明报 然后让我们可以做一些决定 然后接下来还有第三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有两件 两个东西要讲 但我刚才听到前面那位先生讲 我又想要第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讲 只有三分钟 第一个我要 第一个我想讲的就是说 那个公投否决那件事情 我曾经在 就是在有一个部落 有一个叫做小杜白云 他是一个法官 那他有提到这个东西 就是说所谓那个否决的意思 比较像是 就是真的就是不成立 因为他有一个叛律 好像是行政法院的一个叛律 那就变成说 其实在这个表达公投法里面 不管我们怎么投 只要没有过半 那之后的结果 不管是正或就是 不管是有否决 否决什么 是正向或反向 其实对政府来讲都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他可以管理脱出来的结果 因为那个只是对宣传有用而已 但是在法律的效果是一样的 这是有一个 法官叫小杜白云 这个可以去往路上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说 讲到那个 辐射线的问题 因为我最近 就前些日子我一直看就是 有一个疑问就是说 有一些人宣称 其实我们自然界就有 所谓背景辐射这种东西 然后呢 他说什么 还有一个举例说 什么印度有一个地方 他的那个天然 自然辐射线 什么什么还要高又可以 就是他的 他的气量很高 怎样 但是他说就是有人会 我不知道这是遥远还是真的啊 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说 到底辐射线 他的这个 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说 背景辐射又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我不是非常了解 那我想要请那个刘教授给你介绍一下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我 我刚刚听到那个前面那个先生 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就是常常人家在讲 启蒙启蒙这个意思啊 其实启蒙意思 有点在这个事情上 蛮 就是蛮有用 就是说其实我觉得 不是 不是说 今天因为我相信一个人是专家 然后他的态度 他转 他转这边 我就跟着他转这边 他转那边我就跟着他转那边 那个启蒙意思应该是说 所有的专家 不管他讲正或讲反的 我都要用我自己 用我想 某种方法我自己去想 到底是对或错 而不是说因为 这个人很权威 然后他 他一旦转这边 我就相信这边 他一旦转那边 我就相信那边 我觉得这应该是其他的意思 谢谢 好 喂 好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 康德在1784年 写了一本书 一本小车叫 《不畏其蒙》 所以他之前那个 那个意思 刚刚名为了他 他刚刚讲的意思是这样 说康德只有一句话 勇敢使用你的理性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其实每个人都有理性 那到最后是 勇敢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 所以那当然 我觉得他刚刚那位 跟我的意思 也不算是完全都是 要相信专 就是他只跟随这个专家 要走 他当然他也是 接受他的论证跟论述的过程 会改变 所以在我们都 还没有 每个人 在每个时间都有一个 暂时新的立场 而这个暂时新的立场呢 就是帮助你做一些判断 那我 如果再没有新的证据出来 新的资讯出来 可能这个暂时新的立场 就是到最后 做决定的 最后的一句 所以 可是 这个后面 应该保持某种开放性 对自己的判断 应该是保持一种开放性 所以如果我们 反过来就讲 那位朋友刚刚所讲的话 可能也是 他也保持某种开放性 所以他有一天 他可能在听完以后 又可能会不要反合 可是在这个 永和反合的过程里面 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部分 是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断在思考 然后 虽然 到最后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决定 在最后的 必须要做决定的时候 就是把自己 所有思考 所有的东西 拿出来 去做一个永难的决定 这个大概是这样 所以 在这里面 也希望说 大家可以不断提供咨询 所以我们现在再请 刘老师帮我们 提供一些其他咨询 网路上有很多咨询 是不可靠的 不管是有的 还是反的 所以我们现在 当开始做这个软片的时候 我们尽量 竭尽所能的去 check那些咨询的可靠性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给所有的人 一个可以相信的咨询 那刚刚这位朋友讲到背景辐射 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地球上有很多辐射的来源 有很多矿污里面都有辐射性 所以你有时候在 在某些地方辐射性比较高的地方 我刚才要小心 一般这个世界上 各地方的平均 背景辐射值 由于自然界的这个辐射线 可能是一到二个为豪西湖之间 豪西湖之单位 那国际上规定是 既然这个自然的背景辐射 你是不能避免的 那你就不要再偶射去增加 并不是因为背景辐射已经这样 算了 既然那一到二个背景辐射值 那我再增加那一到二也没什么关系 国际上是建议你一年之内 不要增加超过一个毫升 就是说你怎么样会增加呢 比如说你照S1会增加 做那个电脑扫描也会增加 做飞机也会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从空中有宇宙线 宇宙线会对你身上产生一个无瑟性 那在地面上 因为有这个空气中间的这个隔绝啊 所以地面上比较安全 你越往高空呢就越多 所以从台北到这个纽约呢 做一次会增加一年几个这个毫升 但是正常的人家加起来 一年不应该增加一个毫升 这是一案的规定 那网路上有一个知识说 中国往西的地方 它的这个自然辐射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啊 就建议十个毫升 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啦 那我的结论是 并不是因为这样 我觉得那应该把台湾这个标准 升到十个毫升 而是说我尽量不要进来跟地方 至于他说这个 这个印度有一个地方 有三百个毫升 其实我不太相信 但是那个要去check一下 所以应该是这样 不过一个很悲惨的事情 就是说 日本也是不一定啊 这个一年啊 日本国民不应该建议不要超过一个毫升 不然是超标的 那只有呢 核电厂的功能呢 他容许二十个毫升 因为他可以写上座 他可能给他很多薪水 但是呢 这种辅导核灾之后 因为没办法 全国的污染啊 由于辅导再进去 所以他把标准升到二十个毫升 不然就会讲 一般国民二十个毫升 五十个毫升 可以被容忍的 那你说日本就这样 让我们台湾也增加 日本这不得而已啊 它已经污染了 那我们台湾真的要 唉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要 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个危险 我跟各位讲 我是一个科学家 我一辈子都做科学研究 我其实也是到胡岛 事件之后 我才坚决完醉 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科学家都相信 科学是很厉害的 唉 人类从地球呢 这个太空梭可以走那么远 到这个地球 夜球上 到某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 很纠切的下降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但是 我们发现 各位记得那个挑战者太空梭吗 挑战者太空梭 那么精密的一个机器 因为一个很小小的O-ring就爆炸 所以科学的确不是万能 但是那么一次小小的这个意外啊 并没有对我 使我对这个核电啊 丧失完全的信息 有好几次挑战我对这个人类 控制核电的信念 我记得在1986年 二月 1986年四月上旬 我那时候住在美国 我在美国工作 然后我到读书画里面 看到有一个杂志叫 Soviet Life 苏联生活 那是一个英文的杂志 是美国跟苏联的交流的一个开幕 那二月号呢 因为比较远嘛 所以到四月初的时候 二月号他摆上这个架子上 那一集是很精彩 那一集介绍车诺比核电厂 他说车诺比核电厂呢 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核电厂 车诺比核电厂有三套独立的这个 这个Marlins就是独立的那个争扎系统 他有任何出的毛病的时候 他会自动会翻掉 车诺比核电厂呢 他的安全性比开始还安全 非常不信 这是四月初啊 再过一个礼拜之后 四月初 再过一个礼拜之后 我就报纸上看到车诺比核电厂 这样爆炸 苏联是一个非常高二级的国家 所以 人的这个科技啊 是有极限的 但是我那时候有自我解释 我说哎呀 俄国是一个参与国家 俄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嘛 对不对 它里面一定有很多这个 这个知性不透明啊 所以才会发生这种 这种比爆炸 所以我到1990年 初期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其实对于反核式这个议题啊 我虽然我的朋友都反核式 所以跟着反核式 我心里面总是觉得 我没有完全被说服 但是一直到辅导之后 我真的完全就被说服了 因为那么近 台湾人啊 可以不相信说 台湾一定比俄国厉害 因为俄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 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知性那么透明 对不对 俄国的核电厂会爆炸 台湾怎么可能会爆炸 但是日本 台湾对日本 台湾人对日本 台湾人对日本 刚刚那个有朋友讲说 哦 我们海链的这个 安全纪录比日本好 我是不相信的啦 我不知道台湾有多少人相信 因为台湾人都一直相信 都一直 我们哪里做事就定了 你知道吗 日本会出毛病 台湾一定会出毛病 我到现在还是这样相信的 好 那我们的核电厂和核厂 最近有一个叫罗斯啊 把那个公字跟英字啊 这样 我觉得这个很离谱啊 作为一个任何一个学过科学人 都觉得这是很无法理解的 其实台湾那个 中国的这个工业文化 企业文化 使我对于海淀无效性 连苏联 美国 那么高科技的国家 连日本那么高科技的国家 他们都会出毛病 表示呢 人都有出错的可能性 别的东西出错没关系 但是核电厂一出错 就不得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德国的那个叫 梅克夫人 那福岛一爆炸 他马上宣布 他本来是永和啦 他马上宣布说 德国要开始备合 他的理由很简单啊 他说 连日本这么高度工业武力的国家 都会发生核灾 德国一定会发生 那台湾当然也一定发生 那第二个理由呢 其实跟人的错误没有关系 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其实最近大家 开始了解到一点 其实核电厂所产生的核灾料 是无解的 50年前 当核电厂开始 这个核电厂开始的时候 其实人类不知道 怎么样处理核灾料 到底核灾料 因为它的半衰息 有到24000年 你根本没办法 有一个容器可以储存 24000年的死倍 就是24万年啊 可以耐量24万年啊 从自有人类到现在 都没有24万年 所以这个核电厂 但是那时候的人都觉得说 时间过去以后 科学的发展 会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已经过了四五四年 所有的核电厂都面对要处理的时候 人类发现说 我们还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台湾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埋高建核灾料 高建核灾料 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 号称 它可能找到一个方法 就是芬蘭 它要在这个五百公尺深的 要挖个地洞 然后要 要几万年之内 都要去监视那个 摆在那里的高建核灾料 我实在不了解 一两百年也许还可以 几万年啊 那时候 从现在倒退几万年 这个台湾还没有人啊 这个人类才刚刚 在地球上刚刚出现啊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我从这一点看说 如果我们没办法解决 可费料的问题啊 我们就还要建立一个 高楼大厦里面没有厕所一样 这个房子是不应该建的 好 谢谢 今天要和其他的朋友 来 请问两位 三位 四位 五位 那我们先从婚礼开始 我要讲的是说 在座的各位 都是 永远不关键 永何当事呢 在场这位 没有一个 是反而事 的行动者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敢说 李老师 当下也是一个永远者 现在何事 是 你 保证明天可以 就不做了吗 你今天有做 那明天不做的事吗 当下每一个人 还是维持在永远 永远 这一个正式 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 没有任何一个 现在 圣称说 要终结何事的人 今天做了一个 可以让何事 明天就停掉 我又看到 什么事情 都要等明天 我跟你讲 真正会 何事终结的 一定是明天的明天 今天 在谈这个东西 都是在做梦 如果我们继续在做梦想的事情 今天没有做出任何的 反对行动 那 这件事情 当下 所有的人 都是一个 永远者 我是想提供这个 起司 不晓得 世界还能 共同一些 好 我们知道 我们如果把 那个 刚刚 文尼所讲的话 你要把它改为我 我们就可以感到一些 很深深的自我批判 在里面 所以当然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然后我们就 也谢谢文理的自我批判 那我是一个大我 来 再来 还有没有 对 不行 我要讲两点 因为 首先就是 所谓什么 什么 发电子最便宜 但是我觉得 以我的事实的 有关力 跟 反对折抗的部分 我觉得成分的概念 不是这样看的吧 你光看一个 很配料 它 现在目前就无减 那你要 处理它是一个 非常非常庞大的 成本 那你怎么能说什么 而且它有可能 会造成人类 真的是可逆的 逆转的 那个 毁灭性 所以怎么去算什么 它是最干净 然后最便宜的 这个我是一直 没有办法理解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 我观察我们 那个 不是光只有 核四 反核这件事情 就是说 一些 公民运动 就是 好像都觉得说 我政治很浪章 然后 政党就是很可耻 藍玉 都一样很赖 可是 可是 有没有 深深的去体会到说 今天 核四这件事情 不是政治吗 我跟民进党没有关系 然后 可是一直在勇合的是国民党 那 那党在那个什么 去那个 呃 占领主席台的是谁 是民进党 可是 当他们在那边 死守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那些什么 二十几万啊 三几万那些 那些什么 NGO啊 或什么 有在外面声援他们吗 没有吧 我觉得好像不能把 这件事情 跟那个什么政党 画得很 很开 因为我觉得好像 好像就觉得说 哦 那个 去立法院那些事情 就是民进党的事情 然后其他的 我们在这边 呃 去游行就好了 可是 他们也需要支持啊 不然 为什么 他们明明是反核的嘛 结果 每次什么事情 都是骂民进党 我就觉得不解 我上个礼拜 去台大参加一个 Learn Conference 然后 那个 国民党的一个 五分区例文叫 他一上台 然后他就 开始调查民进党 他就说 嗯 因为他在介绍那个 柏林的十典的 那个背景 就是当好有 在野党在联主席 他就说 今天 在联主席台啊 他就说 哦 不过不是我们党 还好这样子 我才可以来这个 这个地方 那个 来报告 因为他是 以前是 台湾大臣的教授 那后来去 人家的时候 我是真的受不了 我就 他就 起来跟他讲说 我为什么不看你 因为我真的觉得说 你是一个身为教授 你至少要有 迎遍是非 你不能随便 擾乱试听嘛 今天民进党 为什么在 占领主席台 他是为了在反合 那他自己是国民党 我们台湾 明明就有把 甚至70以上的名义 是 支持 要那个 挺建合司 然后他说 什么 就是因为 什么 在野党在理主席台 所以国会没办法运作 国会没办法运作 难道国会要一派合器 在野党跟什么 那个 执政党要 立委都一派合器 然后这样子 什么都 咕咕咕咕咕就过了 然后这样材料都可以运作 谢谢 好 谢谢 来 想问 右 好 这边 刚刚我想回应一下 刚刚那个小姐 就是说 那一天在 武济囊在 那个 私所品牌的时候 花爆联合堂 其实都有到 军院外面做生命活动 其实这个事情是有 就是这个 咨询复 就是这个 咨询复 那 803那天 白赛区过去的人 大概 有三里百合 那个是有跟 蔡里馬 跟大福的 跟那個化學有關係 那科技行動沒有成功 是那些實況是這個樣子 那我自己在現場 那我要回應剛剛就是說 我要簡單一個問題就是說 福老在過後台電 或者是我們大學 我們台灣的大學裡面的 那個核工系所的教授 或是學生有沒有人去到福道裡面 去跟東電或是當地的居民 開始做一些跟核能技術有關的 一些事情 包括我們一些 跟核子病電有關的醫生有沒有人過去 因為這次福老在我們台灣做一個 全世界最大的孩子 就那180億 比第二名孩子高出好幾十倍 但是我們台灣有一個換毛病就是 我們還喜歡花錢解決 然後實際的工作做的會比較少 那既然我們捐那麼多錢 我們過去那邊 開始做一些實質技術的一些學習 然後也包容出一些善後狀況 我想應該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也是不曉得說 我們兩個人過去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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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 再會想說 謝謝 拜拜 喂 其實我剛剛知道的這件事啊 就是有提到說 影片裡面提到300個 就是核廢料的 它的衰竭周期 那我想說是 因為其實 其實 台灣要 我是想說 如果有用電量來看的話 找我心跳好不好緊張 你慢慢講 我講話也是會有心跳 我就是說 因為 也許是你要再最少替代的原因也好 或者是說 想要把全部能源移植到 可能 別的 就是 污染可能比較少的能源上面 或者是說 你的產業去轉型 轉型成 就是 讓我們的一些 一些服務業 他們在夜間的用的電量 那些照明設備的用電量 是不是可以降低 我覺得在這轉型的過程 或者是 反正 走向不管是哪一種 中間都要有續航的一段 那 中間有續航這一段 必須要存在的話 那 我覺得300年變成310年 或315 或350年 我覺得 投資核資是不是 這樣子來看 是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我想問一下專家畢竟 就是這樣 怎樣 怎樣 你的問題 是不是 比較像是說 用電量的問題 是不是 因為可能 核能 它比較便宜 然後 可能 環保 便宜 對 就是 用電量的東西 所以它相對其他替代能源 它可能是最有效比 對 在我們尋找 所以我們就不用參加那個 310年 310年 350年 或者是500年 沒有事情 他的意思其實就老實知道 對 就老實知道 意思就是說 就是說 反正要300年 多15年 對 對 這是有道理的 這不是完全沒有辦法 也是 就是說 我們把我們自己的教育拿出來講 也是可以為了 也是可以為了 好 還有沒有 那我現在還有一位 是你們 來 正前 我先回答剛才這位 現成大吉的一個疑問 現在 台灣的用電來講 從我認識的 台電工資那邊得到的消息 有六成的用電是工業用電 所以實際上 我們這邊在怎麼樣 南西開能 或是開個一兩度 對整個用電量沒有太多 甚至的幫助 那 所以最實的幫助其實是 調高工業用電一腳的電費 或是 企業他們能夠 降低用電量 那這樣子 算下來 目前 所有的核電廠 發電量 其實在台電的 官網都可以找得到 是廠備發電的 大概20% 所以也就是說 另外一個想法是說 直接減少 整個台灣消耗的用電量 核電就有 一定要有存在的那個理由 這樣子 對 如果可以回答你們 當然 有疑問的一個方向 然後這邊 我其實並不是要提問 我是可以提供給大家一些 質詢跟想法 就是 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關於諾貝爾 大家知道諾貝爾 對他發明的那個消耗干預 一開始他還是被大家作證 消耗干預有非常好的性能 他可以炸山洞 可以做很多科技的用 非常的安全 可是事實上就是 他一直在搬運過程中 出很多的公安疫官 那他只要 有一些熱 或是比較劇烈的搖晃 他就爆炸 那這過程中死了 蠻多人 甚至諾貝爾自己也 好幾次被自己 炸到快要死掉 但是他都沒有死掉 對 但 大概就像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 專家專家專家 他是這個東西的發明 他很清楚要怎麼處理這個東西 可是實際上 在運送 在執行 這些東西的過程 不是他 他 就算可以給這些人 很好的訓練 但是 永遠都會有出錯的 而事實也證明 他一直在出錯 對 他知道後來他找出新的 那後面的故事就是 那個 那個就跟我們現在講 沒有關係 好 另外一個故事就是 大家可能會比較清楚 就是關於潔蘭 好 為什麼潔蘭你要會沉默 守航的時候 也是所有人 都要認識一個 國會者的船 他是世界上當今 最先進的科技 他的防水艦 用了多少多少的保障 那 為什麼最後沉 因為 船東非常耗大型 想要創造新的紀錄 工程師 就是 就順著船東一直說 這是可行的 彼此就做完 那最後 事情一把不可做 什麼時候 沒有人變紅 就 所以 就算 工程師跟船 一起去掌握 幾百坨的性命 還是這樣子沒有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們大家真的要想一下 就是對於專家 驅動專家們 去做一些事情 有時候 並不是一些定義的考慮 而是對於自身的挑戰 對於自己基礎的信心 可是這種信心有的時候 太過麻木 不會造成悲劇 對 好 謝謝 關於核電是不是 最決議的第二個問題 我認為不是 如果你把這個 處理核廢料 以及將來廚藝所面臨的 恐怕與建造核四 建造核電廠更好幾倍的這個價格的話 算進去的話 其實核電並不便宜 不過我也一直不願意 進討論核電 到底有便不便宜的問題 原理很簡單 再便宜的電 你還要活著才能夠用得到 如果這個核電是不安全的話 你跟我講他都便宜 對我來講一點依依都沒有 第二個呢 我也不太願意去講替代能源 不如 因為政府一直講說 你們管得 不然你告訴我替代能源在哪裡 人民只可以有一件事情 我的生命有沒有保障 人民假設決定說 如果不要核電的話 是政府的責任請找出替代能源 不是人民請找出替代能源 不然你當政府是當假的人 對不對 你流心水是要幹什麼 那 但是回到來 那就說那到底能不能找到替代能源 那就看德國的例子了 德國在福島事件發生之後 馬上就宣布廢核 還有一個廢核時間表 絕對做得到 廢核的國家不只是德國 那我們政府講說 很多國家還繼續建核電廠 比如像中國 比如說南國 你看看 大部分越文明的國家 它越認為人民的性命是重要的 那如果有些國家 它或者並不是很民主 或者是它窮得要死 拿起來說 管它人民的生命 我先賺了錢來講 對不對 那台灣是這樣的國家嗎 台灣又要變成這樣的國家嗎 所以我一直不願意講 核電的價格 你不願意講政府的念言 前者我認為 不能跟這個生命比招 或者我認為 這不是人民的責任 保障人民的生命 才是政府的責任 那麼你就必須要 去在這個潛意之下 去找到貼貼能源 那那個 剛剛有一個朋友講到說 有沒有那個專家去研究 日本那個人 色影學 是這位朋友 他有進來 進去到他們那邊去 沒有 那個我不太知道 但是我上次有一次 黃寶聯盟班的演講 有張武修教授 他好像有去過這個福島 那裡 我不知道有沒有具體的 能跟他那裡合作的計畫 這個我們來了解 不過呢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在這裡 argue說 專家到底可不可靠 我覺得這恐怕有點誤導 如果真正專家當然是可靠 我記得我以前聽過也是演講 每一個說 我們介紹我們今天的學者專家 這是某某教授 某某教授出名的學者 最後一個站起來說 各位我不是學者 我是專家 因為學者不一定是專家 或者冒稱專家的也 我記得真的是專家 那 所以 我覺得說 還是我們還是要需要 有些負責任的專家 但等民就要去解讀他 我們都一直認為說 認為說 這個資訊只有專家在了解 其實你剛剛看到那個 那個YouTube你就知道 其實很多資訊並不是那麼複雜的 一個基礎的資訊 其實一般 古部高中 古部大學的人 絕對有辦法能夠了解 那專家的責任 必須要把這樣的一個資訊 把它發繁為簡 讓大家知道 我可不可以講一下 可不可以講一下 我等一下怕忘了 就是說今天來這裡 其實我們等一下有工作人員 我們希望說 你也可以簽下一個承諾書說 萬一有公投 我一定當公投的投手 但是呢 我希望你不只是當投手 你要當核電的終結者 你要付出這個可能 你回去要找十個以上的投手 那你可以登記 作為一個核式終結者 那如果你當一個終結者的話 交給我們E-mail 那我們有你的資訊 我們會亂的把這次家的YouTube 還有一些 還有用的也就是Q&A 你給你 然後你給你的朋友 那將來你就變成一個負責任 和支持的功能 好 謝謝 因為我們時間已經到了下課四個人 然後所以呢 再發表一下 我們喝個一分鐘好不好 不要太多 一分鐘 來 那兩位 我1990年的時候 車洛密事件的時候 我在義大利 那那一年喔 其實我做的是一個樓裝 那一年的蜂蜜金 或包括骨包 過到酒過後做水 那從那隔年以後 義大利就公投了 全世界第一個 沒有核能場 是義大利 去年也公投了 當然 那麽總統整個島 政府倒閣 我是覺得 義大利這個國家 我們現在也有個決心 包括大土這些所有的事件 都是一個邏輯的問題 我們今天的工業 是以土地為主呢 還是在一個虛擬的數字的生活呢 我在這時候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這問題沒有思考 我覺得 我們都是在做自活的虛擬 我們去環核式 我們都沒練 那我們所製造的 當配電是從哪裡來 我們的科技 我們的台塑 這些塑料工業 義大利沒有塑料工業 它是進口的 它的皮件 一定比塑料便宜 因為它還有一個 我們回收的稅 所以我是覺得 這整個我們去思考 我們要的生活裡面 如何從土地裡面去 去重新再反省 那我們所有的經濟 我覺得是從這邊開始思考起 那這樣的話呢 我覺得電子有點夠 包括我們的生產 我們的農業 我們的農改 這些東西都是幾乎是很重要的 我就覺得從 我們要從回到這50年來 從美元開始的時候 美元過來以後 整個讓我們所有的土地的 所有的生存 所有的概念 全部沒有了 那我覺得我們要回到一個 就是說最基本 然後再思考 這個就是核電這些東西 它有沒有存在的力量 包括電地的使用方法 這是我個人從意大利的思考 來談這件事情 那是全新的問題 而不是一個短期的 10年 20年 應該是說我下一代是不是 有沒有需要在我們的電力使用 使用的節炎能力的方法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那當然一定要終結核四 所以一定是 不只核四 核一核二核三都要 都要終結 這是一定要終結的 因為你這東西沒有土地 就沒有人民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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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後面那一位 我們的那個 開場主持人 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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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時候 其實我開始 很注意這個新聞 是今年二月的時候 我們的江院長提出 他要退工後來 那時候我在中國出差 然後其實我看到那個新聞的時候 其實我很忙 但是我就 週五的時候 就很心情風暴 因為我當時我不是專家 我不是來跟大家說 是加入核電安全 或不安全的這個討論 跟大家一樣 我沒有辦法決定 也沒有辦法說服你 核電到底安關安全 甚至這是 可能是一個家族判斷 把他連信仰都同民工保密 我這個 我這一代我就是要用電 我要佔有子孫 讓核電 他們下一代去保 那都是個人的判斷 這個 我不打算說服大家 但是為什麼我看到 那時候二月二十五號 江院長提出那個工法的時候 我非常非常神奇 因為 首先他提出的討論 就是剛剛都是每一個在 核三所的 他是提 庭建核施 今天作為一個政府 他提庭建核施這個 庭建核施 這個庭建核施 現在政府正在核施 他沒有為他自己的政策 繼續背書 反而提出了一個 所謂的討論 就是我要停止 我現在正在做的 這個工程案 來做庭建核施 為的是什麼 我很不願意 很陰謀認的去說 政府是在網路民意 可是我必須提醒大家說 這是一個公投案 公投案的門檻 是900萬 要破900萬人出來投票 還不是決定 可以或不可以 繼續做公司 而是必須要有900萬人出來投票 這個案怎麼會成 那這個案不成的時候 三年內不得再討論 那我擔心的是這個 因為今天可能有人暫成 可能有人反對 但是今天一旦這個工程 他提出來的 不成之後 三年內不能討論 那原本我支持的核施 我現在不想支持的 但是不能討論 怎麼辦 政府剝奪了我們公民 繼續討論這個事情的權益 再來是核施工程 這是中華工程 他提出來 這個案不成的時候 八年 他一旦包括公司 八年內 我們都不能再做任何討論 這是有真正擔心的 所以只有一分鐘 今天這場討論 我都蠻相信核電安全的人 有人相信 仍然堅持願意 相信專家立場 相信台電 相信才能還是有 但是我希望大家 如果今天真的要投票 你們出來投 讓那個900萬過 就算你是投反對票 我也希望拜託你們出來投 讓這個東西可以持續 持續討論 而不是900萬不過了 那這個東西就沒了 900萬很難 因為689加609加起來也才一 一二多而已 900萬是四分之三 75% 那現在這個議題 討論的熱度 絕對沒有總統大權的時候熱 我非常 那時候我非常擔心 其實我就是很希望 民進黨去打 因為我非常擔心 這個沒有沒有沒有熱度啊 那沒有熱度的話 沒有人出來投票 那執政黨很容易 這件事情 到我們以後 封口不討論 不討論 我希望不贊成的人 也注意這件事情 但是不討論 就算不贊成 沒有辦法表達 你不贊成的立場 所以如果真的暗撐了 請大家 就算你要投法隊 也請你出來投票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那這個是一定的過程 如果執政黨立場是反對的話 他就不會跟他的選民講說 六八九其中的一半不去投了 這個就不會失敗 所以這個其實 在這個部分其實 我們的公投案 還有讓行政權過度的擴張 其實如果你要討論一個東西 應該是在我們什麼不常常 肥變的選擇體 就正反俱成 不然的話 就會變成說是一種 詐數公投的原因 是因為 他是選擇對他有利 在預期結果對他有利 他這時候就會違反 我們對於公投的想法 因為公投的目的就是要讓 人民的意志能夠徹底的表現出來 所以我們選擇公投方法 如果不能徹底表現人民的意志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不好的公投方法 我覺得判斷標準其實還蠻簡單的 所以我們的制度上 遇到一個問題就會變成說 會徹底某一個行政權 就政府的旗幟會徹底於他 那尤其政府他可能都還沒有經過 專家學者 還可能沒有經過自己 可能律師作為就結束了 那所以它是一個 一個制度跟法制的問題 不見得只是適用在何時 也適用在其他各個大大小小的公投裡面 然後再來還有一位朋友 我想要回答那一位同學的問題 就是說他剛剛是說他本來是繁合的立場 然後後來因為這位專家他變成永和的立場 所以他後來就改變了他的立場 所以他後來就改變了他的立場 那我先生剛好就是電基本科的 然後他專科念台北公專 然後碩士、博士都念大同 然後他有很多 他據我所知呢 我們家有那個他專科時代 就參觀核電廠送他的那個杯子 然後他們專科時代呢 都以進去核電廠工作是很榮耀的事情 那其實就是我最近參加社會運動以後啊 他其他的社會運動都會支持 但是呢 但是呢 唯獨核四這件事情就是保留的態度 他也不會跟我爭辯 然後只有問我說核電哪一來 然後我本來就如果不要核電的時候 我要用什麼電 然後我是學教育的 然後我很明顯的發現了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的電機的 所謂的現在檯面上這些所有的專家 他們所受的教育是被核電所壟斷的教育 他們沒有機會去學其他替代能源的教育 所以就不知不覺的 不知不覺的想要解決這個電的問題 就被核電的思考拖走了 然後我是想說就是 就是那個如果專 就是大家有心要 有心要處理核電這個議題啊 像這一群以前對核電有夢想的人 他們的心理的問題要好好給他解決 要讓他找一個出口 然後他們其實本來都是很會念書的人 對台灣很有想法的人 然後要讓他們去學地帶能源 不管是像這位先生說 去了解那邊你發生核電以後 要什麼處理的問題也好 或是像我先生現在是在做解決電磁波的問題 這些都可以讓這些人找到出路 謝謝 好 謝謝 再30秒 來 因為你有剛才講過了 對 我要回答這位先生的問題 就是提供一個資訊 就是關於福島核在以後 福島核在之前 我有一個學長他學習寫 他被聘請到那個動字 也就是核電廠的一個協力廠長之一 他是做冷凍工程 那所以他常常說 我慕名其妙就只能拯救核電的工程師 對 那透過他那邊 我後來知道 東芝有持續在增外國級人士 專業非專業都可以 那墓地跟任務是去東京維修 從福島推回來的機械 所以其實是有人去日本的 是那個人可能跟你想的那個管道不太一樣 好 那我因為我們的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請 最後請你們兩位講者 再跟我們做簡短的講 一群 好 各請他們講說 不要錯誤三個 好 那我們先請石英老師 非常敬佩大家的討論 那我接著時間 那我就講兩個事情 一個就是說 當然有一位提到台電的工程師專家們 或者是現在 剛才那位同學也提到 就是說電機系的 物理系的這些朋友們 教授專家們 我們民間應該要提出一個意見 剛剛這位講得非常好 就是請他們都去福島做一些了解 回來給我們做一些報告 他們不能站在他們的屋子裡面 講他們自己的話 他們得面對一下這個世界 好 那所以 別人有沒有去福島 參觀或研究 是很不要緊 但是台電的專家們 最好去一去 而且我很想知道 他們去回來的廉事而不服 那另外一方面呢 關於 剛才也有一個同學講說 是不是因為我們現在 接受很多專家的意見 不論是醫療各方面 難道我要把所有專家的意見都封決掉 那個 劉欽老師其實關於這件事情 他其實跟前面已經講了 就是說 我們做判斷是要根據期望 他是化學家 我是數學家 我不是學歷史跟英文的 因為我的名字 不好講 我多年來 在台南學系 每一年交個課 的第一個話題 就是 就是 核電發生意外事故的機率 比開車或者是坐飛機 屬於意外 要低的很多 不是只有低一點點 低很多 照統計來看 但是這個機率 不是我們做判斷的幾句 因為機率還要承擔你的損失 你的風險 才是期望值 才是我們要做判斷的 那我們台大的學生都是念過高中的 他們大部分是很好的高中 畢業出來 但是我在做一次工作這麼多年 我現在退休了 所以工作這麼多年 我發覺我們的教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那不叫做失敗 非常非常的虛無 就是我們教育真的沒有提供批判思考 像我剛才講的這個簡單的議題 對我們很多台大的學生來講 特別是理工科系的學生來講 他們都還需要思想的起 那這就表示說 這些專家們 我們平常 比如說我年紀大 我常到醫院看病 我有點接受我的同事 我們教授的同事 的建議 那我對他們的建議其實都有懷疑 那他們對於我的懷疑 他們也知道懷疑 他們對於我的懷疑 都沒有什麼意見 他們覺得我應該懷疑 可是同樣是去看病的 我看完了 第二個就是我太太先去看 那我太太後來跟我講說 剛才那個醫生跟他講說 到底是我當醫生還是你當醫生 我太太其實沒有敢懷疑他 只是說那個藥 他網路上看到了另外一個說法 他就被湊一頓 就是專家的嘴臉 真的是 大家真的要想一想 他為什麼不對我這樣 他知道我是他同事 如果他不認得我 他也會對我講什麼話 這是專家 專業專斷主義 科學專家主義 非常大人 但是說 現在回應剛剛同學講說 那是不是我們把所有專家的 都拍完 沒有沒有 我還是去台灣醫院看病啊 我並沒有 因為懷疑他們就不去看病啊 那你說那看病 萬一你不相信他 萬一他把你起死怎麼辦 那我就為國重見了 那還能怎麼辦呢 但是我不希望核四台或者核電這種事情 大家為了多貢獻 當然不是一個人的事情 所以簡單講的還是期望值的問題 比較小的事情我們就盡量多依賴專家 以後我們偷懶了對不對 那可是比較大的事情 我們就有多貢獻 那最後還是一句話呢 就是希望大家每一位都當核四終結者 所謂核四終結者的定義 就是請你去找到至少找到 十個承諾那天會去投票的人 我們就請你當核四終結者 有一個辦法可以終結核四 就是核的而不為的 大家想想 這是一個全新的社會運動 最後還有一個話我要想講一下 對 我還想講一下 這其實是我外行的人的一個疑慮 原來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個核廢料那麼可怕 現在都存在核一二三場裡面 為什麼不運出來了 把運到藍魚 藍魚人反正挺倒霉的 當然有人講了 反正他已經倒霉了 當然多倒霉一點好不好 我去詢問專家的答案是說 運不出來 運出來太可怕了 那我就想說 那我們把它交給中國 中國人是什麼都要嗎 我去詢問專家的答案是 國際上規定核廢料更多跨國運送 所以剛才劉老師講 我們現在的高級核廢料 只能放在那一二三場 出不來 就是那個垃圾桶 我只能放在那裡一直塞 這是一個無解的事情 沒有辦法 早年 我想國民黨政府早年該核電廠 可能還有一絲消息 想說這個核廢料可以拿來製造原子彈 搞不好可以反攻大陸 現在如果我用核廢料反攻大陸 其實搞不好我還蠻贊成的 然後開玩笑 覺得我 其實我也沒同意 我也不想反攻大陸 但是呢 把核廢料用來製造 再提煉製造 武器這件事情 在國際上會被依許 尤其台灣目前 中國也許多多可以幹這個事情 北韓也許多多幹這個事情 但台灣絕對不可能 所以講到最後 核一二三場 時間上是一種希望 那個地點 三百年之內 都要想得懂 所以說我應該要回應 剛才有一位講說 那既然這樣 那我們核一二三場 是不是讓它在演繹 反正它已經要死三百年了吧 那我們為了接續 非核駕駛的到來 當然有一個是這樣子講的 這需要過度啟動的 不會讓我們讓這核一二三場 再運作一下 頂多再做個三四十年 反正三百年 三十年等於沒有吧 這你可以考慮吧 好 這也是一個心痛的說法 我剛剛說 這是一個重要的考慮 可以考慮 但大家慢慢考慮的事情 沒有關係 可是你核市場 千萬不能再用 對吧 這為什麼我們先反核市 先反核市的原因是這樣 因為核一二三我們知道 已經一去年無回來了 市水公流 無法反核為方 可是核市 千萬不能再幹這個事情 反核來的 我們這個世代如果幹這個事情 我們死孫不會原諒我們 好 好 待會兒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謝謝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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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不斷反核市 是因為核市在建造過程裡面 你力量黨出了太多事情 讓我們對它特別不信任 而且人民對於核市的不信任 已經形成一個共識 所以先反核市是有道理的 但是並不表示核一核二核三 比較安全 因為來 說不定明天核一核二就爆炸了 也不知道 那你如果研議的話 那個 那個將來這個爆炸的機率就增加了 你知道吧 所以 我們可以容忍核一核二核三 不是明天就先 是因為不得已 是因為我們 必須 我們先能夠把核市的建以後 人民就會形成對於核電 台灣應該變成非核國家的共識 我們下一步就應該停掉 核一核二核三 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裡面 有幾個國家 有核電廠有三十億個國家 這三十億個國家 有兩個國家很特殊 一個就是日本 一個就是台灣 他們是在地震帶上 尤其台灣的四個核電廠 都是在斷層帶上 所以我們用到沒戴完啦 你很敬佩 對啊 所以 我們 這個 核四的 核一核核三 這樣的一個危險 其實日本 發生舞蹈的核災 老實講 是日本人犧牲自己 來給台灣一個警告 我們看到這個警告 我們竟然 這個不知悔悟啊 還覺得說 反正日本會發生的 我們台灣的米日很厲害 我覺得這組非常重要 那我想講這麼多 最後我希望各位 這個 你可以登記做一個 這個核四的終結者 那你一旦登記做核四的終結者之後 你就有責任至少找到十個投手 你去說服 我不希望你 這個隨便給你的朋友 沒有得到他的這個允許 其實你這個過程裡面 你是要去說服他的 至少你要傳播一個 你今天聽到的 或者是接下來的一些資訊 讓更多人了解核四 為什麼沒錢 那麼你可以做一個 驕傲的這個核四終結者 那至於詳細怎麼做呢 其實等一下我們工作人員 都可以跟他詢問 但是呢 除了這個之外 你還可以做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們這裡有個人的這個詩詞 這裡面寫著說 我要做一個核四公投的投手 我願以最誠懇的心 向土地 海洋 後世子村 以及 你可以自己點啦 以及我的阿花 阿花可能是你的愛人 或者是你家的小毛 好 許下慎重的承諾 在核四公投那一天 我一定排除萬難 親手投下這個 終結合核四的飲料 做一個中合動手 那等一下呢 我們這裡應該要好幾個這個板子 上面寫的又可以插掉 你可以寫你為誰而緩核四 以及寫下那個名字 那麼你就可以叫人家用你的手機 幫你照一張相 今天晚上可以貼在你的FB上面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我們現在是一個感情的 等一下就是 拍照就找這位金慧小姐 然後她還會帶一個漂亮的工作 妹妹還有一個小朋友也在那邊 會成年的 會幫你們 另外 青年到此 然後這個星期我們三週年 然後也歡迎大家去留下來 然後大家聊聊 然後 如果有 等一下可能還會有個蛋糕 異式天的蛋糕 大家在一周旅遊就可以 好 然後謝謝大家 然後我們今天這裡 可以待到咖啡館上 我們可以待到 1點2點 如果說你們要待的話 繼續包圍我們的講者 問題問他們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直接找他們 好 如果你可以把它留下來的話 好 謝謝大家 謝謝